好了 这个算是 我在整个东京最喜欢的一个展望台 就是还是六文墨这个 之前《你的名字》那个《生日巡礼》里出现的那个展望台 然后也是我好多的直播里出现过的展望台 在这里刚好 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计划 其实我两个月之前我去说就是要离开日本 应该两个半月之前 两个半月之前说要离开日本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主要考虑到就是 有势力然后有钱有预算的竞争对手 过来抢我这边资源 然后导致的就是说 我这边没办法用我比较少的资本比较少的人脉 只凭着这个技术能获得一些优势 然后加上我这个签证去的话比较麻烦 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打算直接回国发展 因为回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没有被开发了 但是过了两个半月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我预想的就是过来抢我这些资源的 抢我这一块的竞争对手 他们凭人脉和资金好像并没有达成 就达成应该有的效果应该说 甚至就是在我这一边停止去做 就是测试去停止去做这一方面直播和相关视频内容的时候 他们那边反而还出现了下降 所以说我感觉这一次可能和之前是不一样 之前是我被一些人抢了之后 我这边就不行了 我必须要考虑到发展其他东西 但是这一次似乎他们抢了我的位置之后 无法掌握我掌握的东西 所以无论用什么钱无论用什么关系 他们很难能达成我的效果 所以这一次似乎是可以 于是我这一边算是又重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暂时再放弃了一下回国的计划 然后我在日本把我的签证给续下来了 是的我的签证续下来了 我的签证是11月14号去取的 然后续到2018年的11月14号 再之后续就是三年 然后再之后续就是五年 形式就是我作为自由职业者在日本活动 因为我之前有过很多很多各地政府的委托 也有稳定的委托 所以算是一个特例 我以这样的形式把我在日本的签证续下来了 然后大家担心呢 我日本的内容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了 我会继续做的 只是形式上会更加的好玩 然后在更合适更合适我发展的平台上去发展 那形式上的话 除了我这边一直在做的日本旅游类的内容 还会加入日本自驾相关的内容 然后还会有更多深入的更加深入的内容 然后更加精确的内容 因为现在我相当于一个完全自由的人 在日本来活动 没有上学的困扰 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的困扰 只是我自己 对这一次终于只是我自己 想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另一个就是回国的计划 回国的计划依然继续实行 和TopGear那边我打算再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 这一边会和他们在国内就是参加各种的试驾 包括前几天在广州车展直播那个法拉利的发布会 就是这样的直播会越来越多 没有什么商业化的问题 就是只是只给大家播好玩的东西 只是好玩的东西 因为纯粹的他们就是想要更好的直播更好的视频内容 所以这两个是接下来一年主要尝试去磨合的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我会再讲 总之目前的计划就是这样 然后今天差不多也是和之前的模式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做一个这样的回忆 虽然后天23号是我原定回国的日子 但是我不回国了 然后接下来请大家多多关照 我这一边要继续有在日本的内容 虽然是经历一开始小透明时期的自由之后 变得有一些不自由和纠结 但是 现在我认为我应该找回了这个平衡 因为我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纠结之后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直播和我的内容 又重新回到了以前 追求纯粹的快乐和美的这样的状态 好的 我这一边我要回去了 今天本来打算在这边拍日落的 但是没有云 没有云就算了 没有云只是一个普通的日落而已 等有云了再说 好的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尤其是想要通过自己技术 来创造事业的同学 我给你们展现了 这个里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还有各种人和人之间的斗争 和各种的难题 各种的矛盾 你需要去平衡 好的 接下来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还是 最后再一次感谢 一直以来支手的大家 给我这样的动力 否则我肯定是 没法凭自己的这些资源走的这一步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三 啊 抱きしめたい 輝く満天の夜空に 穢れ泣き僕ら 二人で交わした あの約束を忘れない Chin-Chin Her Journey